這樣配管,我不是把你拉線喔 有沒有,我把你從這裡 但是我們先從源頭來 源頭 這樣子過來,一直拉 從這邊進來 管子拉進來 拉到那裡 OK 然後呢 這邊是110 220 50安培 這是預留的 沒有,這是我給你的總開關 50安培在這裡 電源從哪裡拉出來的 從這裡面 從這裡 然後你的220 30安培在這裡 可以嗎 你看以前都是20安培而已 我現在給你30安培 然後50安培 外面的電進得來喔 外面的電 OK,沒問題,我們都試過了 我第一次看到這邊 好 我第一次看到這邊 有啊 沒問題,我們都試過了 然後呢 我們從這個管這樣拉過來 從這個洞 因為我不想幫你 我想把用力拐一點 不要拉得太長 我從這裡幫你 磚孔 磚孔 對 洗個孔 然後呢 從這裡再鑽孔 然後從那裡再鑽個孔 所以你看不到外流 全部都是在那裡 你要不要我翻過來 然後我上面不是只是這樣子喔 我上面還是給你配這個管子 不是只有線喔 我全部幫你配管拉線 兩個 嗯 兩百二三十安培 然後 放在這個角落 我把你偏 紅色的 好 怕你有沒有誤會 喔喔喔 很 很 很顯眼耶 可以齁 好 好 那我這一間啊 我是待會兒 弄我清楚 我會把我們所有的東西都排好 擺在這裡 所以驗收的時候一目了然 這是你的那個素德的那個三十個抽計的 我會幫你組裝好 姚老師你這些機具 基本上我都把你拆箱 好 可以嗎 好 我把你拆箱幫你組好 但是重點是你可能有些地方可能會移到別的 但是我先把你排到那一邊去 好 沒問題 好不好 這兩個 這個 薩文基 這個框中的 我不幫你拆 因為 這個其實組裝很簡單 好 好不好 那剩下的我都會幫你排 一樣一樣的放在這裡 椅子 我給你最好的環保 我那時候是給你 本來是要給你那個木頭的 我給你這個 好 好不好 所以這些都ok了嗎 我會幫你排 那我現在回來這邊 我其實我電就是從那邊這樣子 從這裡拉 從上面拉 對 然後從這裡鑽孔 鑽孔 你好 從那裡鑽孔 好 鑽孔 然後配過來 配到這裡 哦 這個工程好大耶 對啊 然後我們有四個緊急開關 我一個幫你裝在這裡 ok 因為這裡已經靠近了總電源 你不需要 然後這個緊急開關就是壓下去 你有沒有聽到聲音 有聽到 任何一個就可以錯 再幫你加一個 嗯哼 然後這裡再一個 然後你的基劇區這裡再一個 哇真的 好 你的蠟臉 我幫你用透明的 我這上面 如果你打開 青鋼架上面 我用十隻鐵絲 用的一束 嗯 好 不是只是單根鐵絲而已 嗯哼 是十隻鐵絲 然後最起碼應該有四根 我幫你補牆 ok 在上面 這個是用透明的 因為假設如果說 你有人在裡面 就看得到 就看得到 ok嗎 讚 好 那這個我有補牆 所以不用擔心 好 好 動動板在這裡 然後我幫你買了一些 這些 嗯哼 讓你掛我待會 我會幫你排一排 好 真的很滿意 然後 你知道 我這個不是用塑膠的 我是用鋁製的 因為我怕你這 機器在這裡撞來撞去 盒子 嗯哼 對不對 所以我是用鋁製的 然後這個我不敢幫你拆 但是我都把你那些洞 幫你 封 謝謝 另外 桌角在這裡 我洗溝 我們全部的洗溝 從這裡開始 買管 嗯哼 然後到下面 下面是一個鋁製銘殼 我這樣把你放在這裡 嗯哼 你任何時候你都可以把它提動 嗯哼 然後這裡也不會提到 ok 嗯 是可以提到 可是有時候桌子移動會碰到 沒關係 這個壞了我幫你補 ok 好不好 因為總比你一個盒子 露出來提到更危險 當然 阿比 我現在幫你清一清 掃一掃 擦一擦 擦一擦 我幫你32張椅子 沿著這裡排一排 好 那要不然 你有一點 好 可以